大家好,我是东哥 今天给金毛安排个大别墅 已经安排上了 这是一个1.6米的双开门母子龙 刚刚从物流网点拖回来 这玩意太大了 拖回来都费劲 在这里先给大家道个歉 我又断更了 前两天来了一批战友 陪他们玩了一下 然后吃了个许多的特色烧烤 主要是喝酒喝多了 喝得我这两天都昏昏沉沉的 人都没有精神 狗也不想卖了 视频也不想发了 一直到今天才恢复 战友来了心情不一样 大家也理解一下 下次如果有哪位朋友路过许州 或者是专门到许州来玩 或者是专门来找我的 都提前跟我联系 到了许州这个地界 我也记一下地主之谊 家里面能放笼子的地方不多了 暂时就先给它安置在这里 本来这个地方是一个花园 里面有两棵猕猴桃树 也好多年了 每年都接好多猕猴桃 吃都吃不完 后来封了顶以后 这个院子上面全部给它盖上了 封了院子以后呢 这两棵树也是半死不活的 这一次干脆都给它砍了 本来想砍一棵的 谁知道砍一棵地方还是不行 狗笼子的门打不开 干脆两棵都砍了吧 本来舍不得 但是现在留着它也没什么用了 因为不见阳光嘛 这玩意儿今年你看 它长点叶子就被我全部砍掉了 干脆就砍了吧 不留了 有很多朋友问我狗笼子应该怎么选择 我一般都会只给它推荐尺寸 我们要看我们狗的体型 我说的是成年以后的体型 小型犬的话 像泰迪 笔熊 科技 这一类的小型犬 用一个60公分到80公分的笼子 就足够了 就差不多可以了 如果说是中型犬 你像金毛 边木 或者是拉布拉多 这一类的 选择一个1米1 1米到1米2左右的这个笼子 就足够了 像大型犬的话 比如说这个杜高 圣罗娜 这一类的大型犬 我们选择1米5 1米6的笼子都可以 这个狗笼子不在于它大 有很多人说 这个狗跟人一样的 都喜欢买大房子 它跟人不一样 它只要够住就行了 它只要能在 甚至它只要能在里面躺下 能在里面睡觉 这个就已经足够了 越大了 它可能在里面就越没有安全感 一般犬舍 可能会选择更大一些的 因为犬舍的狗 都不会放出来 基本上都是关在笼子里面的 大一点有助于狗的这个关节 如果说是空间太小了的话 对狗的身体 狗的关节 这个肌肉 都会造成伤害 所以说会选择大一点的 家庭喂养就不一样了 笼子就只是说 作为一个狗休息 睡觉的地方 平时更多的时候 狗可能就是属于一个散养的状态 而且出去遛狗的时间也是比较多的 再一个呢 就是一般家庭的面积都不会太大 是吧 一百多平方 这个都够大了 小一点的几十平方 你说你放一个一米六 一米八的一个大笼子 你都人往哪住啊 人都没地方住了 当然啊 那种土豪除外啊 住别墅的土豪除外 除了尺寸以外呢 还有很多朋友问我 这个狗龙应该买什么材质的 或者是让我干脆给他发个链接 给他推荐一个 我从来不给他推荐啊 我只是告诉你尺寸 至于说买什么材质的 你自己去考虑 因为这个价格相差的太大了 像最便宜的 铁丝的是吧 那玩意儿你买个一米龙的 也就是一百多块钱 还有方管的 方管的可能贵一点 要两百多 因为它这个本身重量就不一样了 铁丝的跟方管的 它的耐用程度也不一样啊 然后后面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不锈钢的 不锈钢的就更贵了 你买个一米多的龙的 一米一的龙的都要上千块了 而且还分为很多种不锈钢 什么204的304的不锈钢 是吧 另外呢 还有很多花里胡哨的 各种各样的都有 什么橡木的 包括塑料的围栏啊 然后这个 包括有很多什么 底下带隔板的 不带隔板的 带塑料脱盘的 带这个不锈钢脱盘的 反正各种各样的 至于说 你想去选择什么样的 那个就看你自己了 你说材质越好 肯定用的时间就长 对吧 要好一点的不锈钢的 甚至能把你的狗给送走 它都不会坏 你要买个铁丝的那种 可能用个一年两年 就锈了 锈断了 甚至有些狗比较猛一点的 是吧 中大型犬 它喜欢去咬那个狗笼子 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 它就把那铁丝给咬断了 所以说 至于是买什么材质的 买多少钱的 这个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 你自己去考虑 我不可能 上来个人我就跟他说 你去买不锈钢的 不锈钢的好耐用 好冲洗 好打理 是吧 狗住着也舒服 也美观 但是 那个贵啊 人家不说你 这个人 竟给我推荐贵的 所以说 家里面养狗 或者是想养狗的朋友 关于这个狗笼子 靓丽而行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